你知道吗 苏联解体的时候 不是所有国家都想独立出去的 还有几个国家呢 哭着闹着不愿意脱离苏联统治 甚至俄罗斯都有机会 扩大几百万平方公里土地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都知道呢 苏联一共15个加盟共和国 他们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差很大 当时的乌克兰是 准发达国家 不仅仅是苏联粮仓 也是苏联的重工业基地 又有黑海的出海口 经济的非常发达 波罗地亚三公 拉脱维亚 埃萨尼和立陶瓦呢 基本上也是如此 他们都非常的富有 在苏联的各个加盟国家里呢 是最富庶的地方 而中亚五国呢 实在是太穷了 哈斯克斯坦 图库曼斯坦 塔吉克斯坦 吉尔基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在苏联时期呢 每一年中央财政啊 都要批复 购额资金援助中亚五国 因为有了援助 他们的生活还勉强过得去 所以呢 苏联的各个加盟共和国 对于解体的态度上大行径庭 波罗地海三国和乌克兰呢 是坚决的独立者啊 就是坚决脱离苏联 特地独立 而中亚五国呢 刚开始是一脸的懵逼 既然大口大闹 死活不愿意脱离苏联徒制 因为他们不想失去 补助 为了不让中亚五国有闹情绪的机会 1991年12月8日 俄罗斯乌克兰 白俄罗斯三国家 在没有中亚五国领导人参加会议的情况下 直接就宣布各个加盟共和国独立了 所以说乌克兰 咱们波罗地海三国 是欢天喜地独立出去的 那么中亚五国家呢 是哭着鼻子独立出去的 那么问题来了 有居民问了 俄罗斯作为苏联的主体加盟共和国 直接收了中亚五国不行吗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叶利青犯下了巨大错误 本来叶利青是打算 让各个国家独立 先让苏联死亡 然后俄罗斯领头再搞一个类似的国家 再把之前的加盟国家拢在一起 可是波罗地海三国呢 尤其是乌克兰 坚决不同意 最后业力性呢只能搞了一个名存失望的独联体 而独立的中亚五国呢已经独立出去了 俄罗斯当时的经济水平呢也无法救济中亚五国 他们只能迎着困难独立前行 如果当时是普京当权 对于势图如门的俄罗斯来说呢 预计不会轻易放弃的 当然中亚五国呢 独立对中国来说呢是好事 解决了领土的争端 增加了缓程空间 关注我在你领略不一样的历史格局